由花莲省政府主办的共普加幸福老公老婆使用说明书讲座 在花莲汉坪酒店举行课程 现场学生为鼓励大家在幸福的婚姻路上要不断学习 让花莲社会每处角落可以洋溢着幸福的能量 再次表示上下午课程分别为日本各大媒体真相报导的 各大书排行榜冠军的老公使用说明书 以及老婆使用说明书作为导读的课本 以脑科学知识以及沟通方式作为主轴 幸运不管是已婚未婚的男女容易报名参加 现场学生为认为稳定的家庭关系是立国之本 一家人则一家新人从安定的家庭中出发稳定幸福社会 所以你要说以前说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其实现在的科学研究是会运动的孩子一定会读书 而且会运动的孩子你运动过后脑内飞的这个分泌 是非常非常大量而脑内飞会让自己的心情愉快 另外脑内飞会让你的吸收会倍增而且效率更好 这也就是说其实让孩子运动选项 这个很好的运动陪伴他一生 第一个身体会健康 第二个心胸会开阔 第三个他的学习无障碍 而脑科学也因应到我们每一个年龄的阶层 所以今天运用我们的两本书跟大家分享 希望通过老师的通过老师的这个引导 让我们收获无限 在你的人生里面更加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美好 幻健福长期推广各类型的家庭教育 婚姻教育 亲子教育 以及多元文化等等各式形态的家庭教育课程 为提供县命轻便利性服务 办理新秀 画连吉安中区 以及南区五处社会福利中心 形成社会福利安全网 有效邻居邻近网络的资源 就近提供县命福利咨询 个别化家庭服务 以及社区支持性的服务 记得喜欢观众朋友